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长寿花 我这一盆长寿花呢 虽然有些开花了 但是有些花苞无法顺利开花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放在太过硬币的环境 让它生长 光照不足 使这些花苞无法正常开放 为了保住它的命 这些花苞开不开的无所谓了 其实它长得非常好的 如果不是遇到这种高温的话 它开的花非常漂亮 大家看一下这个花苞非常多没有开放的 只是小部分的开放 因为在高温高湿的季节 进行给它遮阴的 这些花苞就无法正常开放 既然它无法开放 我们就要把它修剪掉 以免再植株烧耗养分 先把这些拜花把它修剪掉 我们把这个花苔修剪掉之后呢 也要把底部这些过密的叶片 把它修剪掉 还有腐烂的也要统统把它修剪掉 这样才会减少一些病虫害 把底部的这些过密的叶片修剪完之后呢 使这些根部这里通风透去 这样就会减少长寿花患病的现象 那么修剪完成之后呢 这些伤口为了避免续菌感染 或者是一些病虫害来滋咬长寿花 我们可以做好这一步就是用带生猛心给它喷洒整个植株 能让保护整个植株的生长 因为这种带生猛心呢 它是一种保护型的杀菌药 它从表面一层保护 让一些细菌无法侵入 我们把带生猛心吸吸好水之后呢 里里外外还有就是土壤一起给它喷洒 这样就有效的起到防止各种病虫害的入侵了 好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确处理长寿花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